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不义之光的比喻是什么?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修行路教福音的第18章1到8节 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让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说,某城里有一个光 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 常到他那里说 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伸冤 他多乐不准 后来心里说 我虽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烦恼我 我就给他伸冤吧 免得他常来常磨我 主说 你们听这不义之光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咒义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 然而 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那么我们看到 在第十七章的结束 和第十八章的开始 似乎也是出现了一些上下文的变化 那么在十七章的结尾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 光与耶路撒冷的毁灭 当他们看到预兆来临的时候 他们要逃跑 因为如果他们不跑 他们就会死去 现在来到了第十八章 我们看到他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比喻 就是要坚持祷告 那么正如我们迄今为止 对福音书的研究所看到的那样 我们知道 耶稣是一个常常进行祷告的 他经常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花上几个小时祷告 那么在福音书的许多不同地方 他也教导门徒们祷告的重要性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向神祈求一次 如果我们所祈求的并没有发生 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再祷告了 我们会假设上帝说了不 因此这就解决了 耶稣将在这个比喻当中 正面解决这个想法的 这个比喻首先向我们介绍的两个角色 寡妇和不公正的光源 这个光源是不公正的 因为他不敬畏神 也不尊重世人 也就是说 他不在乎人的问题 并且随心所欲 他没有以应有的方式去做光源的工智 那么至于寡妇 我们对他了解也不多 只是知道他去寻找这位光源 要寻求正义 那么这个不公正的光源 拒绝了寡妇的要求 但是他也并没有放弃 而是坚持要求这个光源 来伸张正义的 那么你也可以就想象到 这个寡妇每天都来找这位光源 恳求他采取行动 他也每天都拒绝 但最后 这个光源受够了 他不断地来找他 也知道他永远不会停下来 所以最终就照着他所说的做了 那么耶稣教导 与祈祷有关的观点是 如果说这个不公正的光源 最终都能回应了这个寡妇的诉求 你为什么会认为说 上帝不会回应 乐意呼吁他的损名呢 尽管说他为他们忍受了很长的时间 耶稣说 上帝会迅速地为他们伸冤 那么在继续之前 我们必须说 耶稣并没有将上帝 与不公正的光源进行相比较的 他也没有说上帝是不公正的 他是说 如果一个不公正的人 最终都可以在某人的坚持 不懈情况之下 做出正确的事情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 公正的上帝 将会永远是做正确的事情的 但是他的圣徒要坚持祷告 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要坚持下去 那么我相信这个比喻也是 耶稣教导 关于未来还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最好的例证 当我们向上帝祷告时 如果他说不 那也不一定就是最后的决定 我们应该继续祷告 看看上帝是否会改变主意 也许上帝不会改变的 也许他会 现在为什么上帝要他的圣徒 坚持不懈呢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培养信心 如果上帝只是给了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 那么我们对上帝的看法 可能就会像 觉得他是一个精灵 在他那里可以满足 我们想要的任何的愿望 然而被教导说不要放弃 就可以让我们欣赏 我们所拥有的 并学会更加依赖上帝 来获得我们的祝福 这也就是第八节 这个比喻的点睛之笔 耶稣说 但是 能者来的时候 遇得一件事上 有信德的吗 上帝会为他的圣徒报仇 并且维护正义 但他的信徒们 会继续保持信仰 并坚持祈祷 直到耶稣再来吗 前者是有保障的 而后者没有 也因此 那我们要在信仰中成长 学习坚持向上帝祷告 直到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 他也将永远做正义的事情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 直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 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